这次我们来学习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 求和公式日文写作和的公式 首先我们设有首相为A公比为R的等比数列 我们把从首相开始到颠相的和记作SN 当R不等于1时 我们将R乘以SN表示出来 也就是R乘以SN就等于AR 再加这个一直加到这个A到R的N字方 然后我们将刚刚这个括号一式和括号二式 对应的地方相减 可以得到SN减R倍的SN就等于 最开始的这个首相剩下来 还有最后的末相要多减一个 A减去A乘以R的N字方 这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解得SN 等于1减R分之A乘以1减2的N字方 当R等于1时 我们将SN直接表示出来 SN等于N乘以A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 当R不等于1时 等比数列的和等于1减去公比分之首相乘以1减公比的N字方 而当公比R等于1时 那和就直接等于这个项数乘以首相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 按下暂停键做一些练习 做好之后再继续开始 接下来我们来对一下答案 求以下数列等比 求以下等比数列从首相到第一项的和SN 首相为3公比为2 我们可以看到公比不是1 直接利用这个公比R不等于1时的求和公式 SN就等于 2减1分之3乘以2的N字方减1 结果就是3倍的2的N字方减1 下面我们来回顾一下这次所学 设由首相为A公比为R的等比数列 我们把首相开始到DN项的和记作SN 当R不等于1时 我们将2倍的SN表示出来 然后我们用对应的这个括号1 减去对应括号2的对应部分 可以得到SN减2倍的SN等于A减A的A乘以2的N字方 我们用刚刚的式子解得SN等于1减2分之A乘以1减2的N字方 而当R等于1时 我们可以直接将SN表示出来 SN就等于N乘以A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等比数列的求和公式 当公比R不等于1时 等比数列的和SN等于1减公比分之首相乘以1减公比的N字方 当公比为1时 等比数列的和 就直接等于相书乘以首相 这次的学习到此结束